Hello大家我是Lucy 我的声音还没有好 因为我现在还在比赛当中 但是我就是特别特别想录一个这样的一个聊天的视频 我前段时间呢刷到一个易能镜的视频 它就是讲他台北单身的家 他当时就是介绍了他台北家里面的那个橱柜 展示的橱具 那些橱具都是他全世界各地和他儿子一起逃回来的 我当时就觉得好有顾名啊 我会觉得这也是我自己的单身情房 然后我也想全世界各地旅行逃回来的东西也是我喜欢的东西 然后添置在我喜欢的房子里 慢慢的打造成我喜欢的样子 我喜欢的生活 在这个房子里我不需要去迁就任何一个人的喜好 我就是我 我小的时候看林依晨演的一部电视剧二周剧《之吻》 然后里面的袁香琴是他演的女主角 他就住在一个梦幻系的少女房间里 然后我当时看了之后我觉得哇那个房间就是我要的样子 你就知道我是一个内心充满了公主心的人 我很感恩就是现在我在慢慢的把我喜欢的家打造成我喜欢的样子 我觉得买房算是实现了我小的时候的那个小小的梦想吧 我也想和大家讲一下就是租房吧 我也是租房一族 我曾经也是租房了很久 因为我是2014年8月份来到澳洲 然后我就住寄宿家庭 住到2015年2月份 然后我就开始搬离寄宿家庭 一个人跟朋友合租 然后就这样颠沛流利的生活 租房的日子 租到今年的6月份结束了我的租房生涯 快8年的租房的日子 我觉得我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是租房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呀 然后买房也不是必须要的呀 我有过这样的一个感受 而且当时是我租房非常稳定的时候 就是当时房东也不想赶我走 房东也很需要一个非常稳定的租客 当时我租房也租了5年了 我当时也有我的 你知道我当时的 好像要不要买房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你就会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挺好的呀 也挺舒服的呀 我身边有一个人可以呵护我 然后房东又不赶我走 我也觉得很舒服 那就这样吧 我当时就是有那种 你知道 有点骗自己的感觉 我有的时候就会在深夜问我自己 这是你一辈子想要的生活吗 这真的是你一辈子要过的生活吗 我当时啊 每一次这样问自己的时候 我都不敢回答 不敢回答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不是我想过的 但是我又不敢去承认 当时可能我是真的就是没有那么强大 自己真的还是一个 活在别人构筑的墙包里的一个小女孩的那种感觉 就是我明明知道这不是我想过的人生 但是我又不敢承认 然后我就继续欺骗自己 你越这样子告诉你自己 买不买房没有那么必要啦 然后没有那么必要去承担这个压力的时候 你的心态就是有一种迁就着凑合着过的那种心态 我当时的状态就是那个样子的 恰恰那个样子是我不喜欢的样子 所以我当时吧就是恋爱脑比较严重 有的时候你经过一些小店啊一些商店 你看到一些东西你自己很喜欢 然后你也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但是你转过头又会去想 这个东西到时候搬家也很麻烦对吧 而且你想养宠物或者是你想挂一个装饰画在墙上 你也得经过房东同意对吧 你到时候搬家的话弄坏人家墙壁怎么办呢 你就是租房的一些不可避免你会想到的因素 然后这些因素就会阻止你去提高你的生活品质 你就会离你喜欢的你想要的生活状态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当时我做出的改变就是我不要这样的生活 我经济独立了我可以做到 你就勇敢的踏出那一步吧 横下心赶紧就是斩断斩斩断我这个有毒的想法 斩断我依附的所有的东西 所以我把这个故事说出来也是想告诉给大家 就是经济独立真的是第一步真的太重要了 这是你不依附于任何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一个砝码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嘛 然后你的父母也在国内 说实话真正就是爱你的那些人都是在异国他乡 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给你自己足够的稳定 当我真正的意识到只有自己才能够给自己稳定的幸福的时候 我就觉得要买房了 当你在外面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挫折 你回到这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地方 看到你喜欢的东西的样子 然后有一个地方它可以给你疗伤 可以疗愈你自己 然后恢复能量变得更好 你就会觉得哇好幸福哦 不是有一句话是说 有一天爱会散人会不在 但是房子它永远会在那里等你 我又觉得这是一个单身女生最好的写照 就是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之后 就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底气 有了一个主动选择的权利 不管我未来有爱人也好 还是单身一辈子也好 我都觉得非常满意 因为我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说了算 我不需要去迁就任何一个人 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不想要凑合过 其实我觉得吧 就是看你自己买房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的目的就是我想我自己住 然后我想有一个自己的家 我想给自己一份稳定感 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租房的话 你还会面临一个 你永远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就是房东说不租给你了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会搬家的这样一种窘境 而且你搬家了之后 你又要再陷入一次租房的那种过程 现在澳洲租房的话 竞争蛮大的 跟投锦利差不多 就是人家要看你的工作的一个背景 对你是做什么的 你的银行存款也要看 你还要写你的推荐人 这个推荐人要怎么样的 就是说是付得起租金的 然后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可能有点身心俱疲了吧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一种 有点像居无定所的日子吧 同时你跟你的broker沟通 你可以买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我之前的月租的 也知道是12000 12000人民币 当我跟broker沟通了之后 发现我可以买这个样子的房价 然后我的每月的月供 还比我之前的月租要少 那我就觉得现在利息这么高 然后我的月租也很高 而且还比利息高 那我就觉得那为何我不买一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去月供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就是想要 你知道按下我要买房这个按钮 开始吧 开始行动吧 然后再加上我的家人 又可以给一部分的经济支持我 那我就觉得那为什么我不买房呢 不管任何一个人 男生女生也好 经济独立永远是第一位的 只有你经济独立了 你才可以有底气的告诉你自己 你不要去选一个没有那么爱的人 然后凑合着过 你不要凑合着过的日子 你要选一个你爱的人 他爱你的人 然后你们两个幸福的在一起 就算你找不到那个爱你的人 你一个人过也可以过得很幸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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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